指揮中心很憤怒 什麼大家誰在製造恐慌 但現在誰在製造恐慌 就是指揮中心在製造恐慌 那麼開學這個事情 真的讓很多家長非常的憤怒 開學的事情 大家早就逃亂很多了 從7月開始大家想說 9月開學怎麼辦 孩子們的疫苗呢 老師們的疫苗呢 一直追從7月追追追 追到了9月 好 真的開學了 然後果然白痕 剛開學沒幾天幼兒園也中了 這個高中也中了等等 那請問一下 陳時中到底在幹嘛呢 給了你那麼長的時間 不是馬上疫情進來 兩天後就開學 不是 已經搞了幾個月了 那你的疫苗政策 那麼為什麼請教一下 這個第二類 兩劑可以達到45% 那老師呢 老師重要 還是你這第二類重要 你第二類那麼多 全部都在前線防疫嗎 你那種坐在後面的 修冷氣的 你那種批改公文的 動一張嘴的 那些人可不可以 把疫苗讓出來 給這些老師讓他們先打 所以看到現在果然就破口 我覺得這個 家長們真的非常非常的憤怒 所以我回收一下好不好 我剛剛問大家 陳時中 能夠幫我們台灣 擋住Delta病毒嗎 你怎麼看 來 我們來留言看一下 對 這個麥克風就講 就算有手助 都是因為全民戴口罩 乖乖被鬼話連篇 哄騙 AQ誰決定的9月1號開學 出來負責任 劉香沛不能 他覺得陳時中不能夠守住 陳時中根本無能下台 對他說要負責任 他哪有負責任 高凡松總歸一句話 就是沒有疫苗 對 講得太好了 Tin Yun他說 一個人如果每天都在靠運氣防疫 人哪有天天在過年的 有沒有 還要靠氣質防疫 張天使 我們的總統變體育主播 監察院長 監察自己判無罪 行政院長騙完神明騙人民 衛福部武漢肺炎像小丑 這個國家還有救嗎 還有艾咪 大本中 我的第一劑在哪裡呢 對不對 很多人還是沒打到 陳明雄又要陪時中坐牢了 我們真的不想陪 東東說好恐怖 真的好恐怖 我們緊接著再來看一下 這個剛剛原醫師在講的 我覺得原醫師在前線 感受一定格外的鮮明 你如果收到這個細胞簡訊 看了是不是手在抖 媽呀 我跟確診者擦身而過 我怎麼辦 我是不是要趕快去驗一下 突然之間我有點頭痛 我有點喉嚨癢癢的 馬上就衝到醫院 所以這兩天真的很多醫院塞爆了 誰造成的 拜託 你指揮中心在幹嘛 史上最大規模 我一口氣發了110萬通的簡訊 桃園人幾乎有一半都收到 把大家嚇得半死 然後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祥告訴大家 民眾只有跟確診者有足跡重疊 而且停留一段時間才會收到簡訊 那什麼意思 那就表示 我中的機率有點高 因為我不但跟他重疊 而且還停留一段時間 對不對 他在我旁邊好長一段時間 我不知道 系列指揮中心通知我 然後我喉嚨很癢 我是不是趕快去驗一下 但陳時中又跟大家講 有症狀 有可能性再去採檢 不是收到簡訊就要來採 那你有聽過什麼叫做 無症狀感染者嗎 你有聽過嗎 你沒有聽過嗎 有症狀再去驗 是這樣嗎 然後你看到這個 衛福部次長石中良說 這就是丟下一枚 這個護理人員這樣講 丟下一枚炸彈讓民眾恐慌 你是還嫌大家不夠怕嗎 你還嫌嗎 所以為什麼要一支發110萬通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誇張 像四叉貓就說這個部分 他也搞不清楚為什麼 他有兩支手機 有一支放在家裡 有一支隨身攜帶 隨身攜帶就是那種 你進到Seven會去掃一下 進到小吃店會去掃一下那支 但是家裡的有收到 手上這支沒有收到 嫌為什麼誰可以告訴我 還有網友說我待業在家 我根本一個月沒有出門 但我也收到簡訊 為什麼即使跑來我家嗎 網友說我生活圈 我都跟女朋友在一起 同進同出 只有他收到我沒有收到 為什麼 有人在下面留言說 這個就不好說了 對不起 這個地方有點歪了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看到有人這樣講 手機開機的時候 就會連上附近的基地台 登錄資料 所以電信業者 以確診者停留點的 周遭基地台為基礎 找出曾經在同一個時間 跟該基地台交換過的 訊號的手機 以此名單為基礎 發出警示 全部發出去 意思就是什麼 意思跟你有沒有掃實聯制 是沒有關係 這是基地台的問題 實聯制是怎樣 掃瞄QR Code 然後會傳到簡訊給1922 這個部分 我們當時就花了8億元的預算 結果搞了半天 你那110萬通 下人的簡訊跟實聯制沒有關係 是因為基地台連上了 所以會這樣 所以才會有很多人 莫名其妙 手機放在家裡面 這支手機是沒有出門的 但他收到了 你出門的簡訊倒是沒有 還有一些正在隔離中的家人 總共有四支手機 八個門號 你為什麼要辦四個手機 八個門號 這個人也很奇怪 他只有一個手機收到了簡訊 其他沒有 隔離中的人士 為什麼也會收到 為什麼有一個門號收到 其他沒有 到底發送簡訊的邏輯是什麼 你這110萬通的簡訊 製造了110萬個問題 大家無窮無盡的問號跑出來 無窮無盡的恐慌跑出來 不管怎樣 我收到了我喉嚨講 我頭痛 我哪裡不對勁 我先去驗一下再說 所以韓濱在幹嘛 誰在製造恐慌 不是我在幹嘛 是他們在幹嘛 人嚇人嚇死人 平時大家就已經很擔心 因為這一陣子 我們一直在擔心 Delta病毒會被入侵 結果你沒頭沒腦 突然間發這個東西 很多人真的以為自己 是不是我真的中了 還是怎麼樣 你知道這兩天一大堆慌亂 我一堆朋友跑來問我 因為我這樣還要不要去上班 對啊 我還要不要去工作 我到底是不是不能出門 我是不是要在家自我隔離 你搞得人心王 然後防疫指揮中心 也完全沒有做進一步的解釋 然後110萬 我第一個覺得 你當下會決定發110萬風險訊人 這個人就應該拉出去槍斃 是誰 好想知道 對 你自己想也知道 你發110萬跟沒發什麼的 對啊 那你發這目的何在 完全沒有任何目的 就除了製造恐慌 你也沒有辦法見別到底是誰 我先問一下大家 這個你記不記得 當初見這個十連制 還花了這個8億 NCC還編了8億元的預算 說這個8億元 只是為貨而已就要8億 實際金額恐怕不止如此 那我先問一下大家 花8億元的簡訊十連制 你覺得到現在為止還有效嗎 今天有人提出一個倡議 是不是乾脆把它廢掉算了 幫我們省點錢 你覺得該費 該費的加1 不該費的減1 還比你加1還減1 我當然是認為應該廢掉 這很正常的 因為完全你知道我每天 因為我常在電視台附近跑來跑去 你進一次便利商店 進到一個什麼地方 買個什麼東西 就每一次都要這樣十連一次 我一聽到傳十幾通 那問題是我傳了 你們根本不用 問一下 那你叫我做這個功夫幹什麼 你知道有的店員還很仔細 他還說先生 那個你的手機借我看一下 那現在發覺這些店員 這麼熱心都白費 大部分都不看了 對 絕大部分不會看 但是也有會看的 所以我就覺得 大家相信你政府 相信你唐鳳 你到底是天才還是白癡 我現在搞不太清楚 你弄了這麼一個系統 叫大家相信你 叫大家去登記 浪費了這麼多的資源 結果什麼屁用都沒有 你到最後還是要用細胞簡訊 請問一下 那你要十連制 到底要做什麼用 你當初會發110萬 就是擺明的就是亂槍打鳥 管他的我就隨便亂發 反正政府的心態就是 只要我有做了 你就不能罵我 但是問題是抱歉 你就算做了 我還是要罵你 因為你做白宮 浪費我們的資源 浪費大家的時間 然後恐嚇人民 你到底在幹嘛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搞 即日起廢掉十連制 因為十連制無效 浪費資源 浪費大家的時間 再來 以後你就算要發細胞檢訊 你們腦袋到底什麼東西做了 你以基地台為準 只要基地台附近範圍 全部都包掛在內 你知道基地台控制範圍多大 你這樣跟煤發有什麼兩樣 這根本就亂搞一通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府 現在已經慌了手腳 他不知道該做什麼 以前不是一直在跟我們唬爛說 精準防疫嗎 精準疫調嗎 這叫什麼精準 110萬 老闆講 你有沒有想過 你在110萬簡訊發出去之後 萬一民眾都要去篩檢 請問你有這個能量嗎 你有辦法篩檢嗎 你根本什麼事也做不到 所以我覺得今天防疫指揮中心 一定要把這個決定的人交出來 到底誰決定要發110萬簡訊 這個人要立刻開除 這個人完全不適任 因為這個人基本上 連用膝蓋想事情都不會 這個擺明了 就是在鬼混而已 只是想要了卻自己的責任而已 我們不需要這樣的防疫官員 再來我也必須講 陳時中你們這些人 我們把國家最重要的防疫工作 交給你們 不是讓你們去打混 不是讓你們在那邊推卸責任 如果你們不會做 趕快滾下來 很多人都會做 我現在我敢誇口 就算我來做都比你做得好 我講實在話 至少我們是按照邏輯 按照科學辦事 不會像你們這樣 根本連想都不想 亂搞一通 浪費國家的資源 我會做什麼 偶爾說 臨近視 你到底在那邊推卸責任 不ructive 誇口